柬埔寨政府和主要反对党星期二表示 他们接近解决该国大选后的政治僵局 但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达成协议 不过这一乐观前景出现之际 这次选举的反对情绪仍然高涨 一名佛教僧侣威胁要以自焚来抗议 据传执政党在投票中进行的舞弊 自从7月28日有争议的投票以来 自焚威胁只是一项较为戏剧性的发展 洪森首相和反对党领袖桑兰西之间的深入会谈显示 政治冲突可能获得解决而无需使用暴力 柬埔寨反对党领导人桑兰西星期二 在为期三天的抗议结束时 向数千名支持者发表讲话 星期日以来首都京边有一万多名抗议者 在自由公园搭建帐篷安营扎寨 柬埔寨首相洪森星期二再次会见反对党领袖桑兰西 寻求结束暴力 两天前警方使用武力驱散 质疑一项有争议的选举的抗议者 引发冲突导致一名男子被枪杀 洪森和桑兰西周二会见了三个小时 这是他们前一天的四个小时会谈的继续 双方同意确认未来抗议活动要和平进行 以及成立一个委员会 以改革未来的选举程序 反对党说柬埔寨人民党操纵投票 桑兰西的柬埔寨救国党要求对涉嫌选举违规的行为进行独立调查 他们说选举舞弊 致使他们真的政党败选 该党威胁抵制定于9月23日开幕的国民大会 桑兰西说他希望将达成一项协议 他说高棉人更热爱正义 热爱民族的人民力量更是如此 他们将在不久的将来真正获胜 选举当局说 洪森执政的28年的柬埔寨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 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赢得68个议会议席 该党表示对于已经获得确认的选举结果 没有法律途径可以挑战其选举过程 反对党赢得了55个席位 比该党在上届议会中所拥有的29个席位显著增多 双方的发言人表示 他们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更加接近达成一致 反对党发言人说 这包括双方在解决国家和国家主要机构 面临的问题方面的观点 他说现在这个差距正在缩小 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讨论 因为有很多的议题 柬埔寨人民党发言人说 双方已经在几个重点上面取得了一致 他们现在必须跟各自的本党党员讨论 然后再次见面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